大家好晚上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大家應該已經看到歐洲發生很冷的訊息 為什麼冷當然就是要有冷空氣 冷空氣如果遇到這個有雨 雲雨的話就容易下雪 這次來說的話 貨真駕駛從北極來的冷空氣 從歐洲這邊衝下來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這個的變化 事實上在整個歐洲是整個歐洲大地 在英國反而比較沒有 這個冷空氣衝下來一直衝到這個 地中海到非洲的北部 所以很多的災情現在已經有不少災情了 但是預期 還會更多這個雪下得越暴越猛 大概要到下禮拜才會慢慢的緩和 不過各位可以看一直到1月14、15、16等於是 至少有一個禮拜以上的天氣歐洲相對的都還是偏冷的 請大家要多留意 最近如果要出國的話過年前後 都要特別小心冷空氣的影響 特別是這種暗紅暗深的顏色 都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那這個氣流就是高層的方向 這當然跟飛機移動就有關 像這樣擺動就代表說整個氣流變動的方向 那台灣大家已經很關心過年前 還會不會有那種很冷的 冷氣團或是寒流的影響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 這41個高層的氣流 它剛好很穩固的在台灣上空 當然我們要冷很冷很的機會 就不是很高 就是在這個冷空氣的一個邊緣 稍微有時候進來一點點 有時候退回去一點點 就變冷暖之間 事實上以目前的這個資料來看的話 未來一兩個禮拜相對的都是溫暖的 但是 至少不會像這幾天 這麼的暖 就稍微溫度稍微降一點點 不過我們就要特別注意說 像這個未來 各位可以看 日本 或是中國 北方 韓國 這個區域 就在這個冷源的一個 經過的一個旁邊 所以未來呢 恐怕日本 會非常非常的這個冷 可能會有嚴重的災情會出現 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今年的冷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 往這個地方靠 日本韓國或是中國的東北 這個影響是相當的大的 台灣是 未來還是偏暖的 那今天台灣也特別的暖 昨天剛好有道風面稍微通過一點點 今天還是吹的這個偏南風 所以整個冷空氣的性質 還沒有明顯變下來 但是我們可以看 明天開始要變了 各位可以看 這個從西北風 是西北風 北邊西北來的冷空氣 就衝下來了 明天 等到冷空氣來也要注意 可能會有空氣汙染 境外汙染物跟著移入 所以明天呢 全台各地都要注意 空氣汙染 可能會有 這個量多少還會在觀察 那預計呢 很快移出去之後 大概 到了過來兩天 又會好轉 然後又有再下一波 所以 下個禮拜至少兩波 所以明天來說的話 大概 這個是屬於東北部 比較陰沉 偶有一些震雨 今天跟今天有點像 都是東北角迎風面 所以為了大家都是如此 中南部 都是穩定的天氣 那這種天氣之下就麻煩了 就是空氣品質 就要拉緊爆了 空氣品質 中南部呢 就是用這樣信心表示 越往中南部 這個紅色暗紅色呢 就是空氣品質 所有族群都是不佳的 請大家留意 這個溫度呢 明天開始的溫度會跟過去相比 降了蠻多的 16到22度 各位看這個沒有感覺喔 可是你要注意喔 這個22度呢 是這幾天清晨才21 2度喔 我們這幾天高溫都可以 26 7度以上喔 所以等於是 差別反差是很大的喔 所以請大家 這樣的溫差喔 在基隆台北宜蘭花蓮 還有這個到中部喔 其實對年長者 都是會有壓力的 請大家 一定要好好關心 要給家長 多一點 特別是清晨早晚的時候 這幾天要給他們 多一點關懷跟關心 年長者 還有一些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這幾天這樣的溫度 明後天的改變 要特別注意 怎麼改變呢 各位可以去看溫度的 變化 其實溫度的變化呢 明天喔 應該是 下半天開始變 所以北部來說的話 還有23度 但是禮拜一禮拜二 整個就降下來了喔 那低溫呢 也15 16度喔 不是很冷 但是這個溫差 跟這幾天 比喔 大概差個5度 請大家就要注意了喔 那預計禮拜四之後 就會開始 慢慢緩和 但是到了周末 又有一波再下來 然後在中部呢 就沒有像北部 那麼的劇烈喔 冷空氣通常都在到 桃竹苗這個區域 到了中部呢 還是差不多 不過南部呢 中部 中南部要注意 這個早晚的輻射冷卻 可能會拉到15度喔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白天的高位還有25度 那南部呢 還不錯 我們冷空氣影響不到 但是還是要注意 輻射冷卻 可能有17 18度的幅度 請大家多留意的 那東半部呢 就跟北部非常的像 這個大概15 16 17度 那東半部呢 也容易比較陰沉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的 我們最後給大家一點建議喔 冷空氣明天開始就稍微 增強啦 我比較不會希望用 冷氣團或是寒流的方式 但是就是告訴大家 實際上的溫度 這個空旺地區下週是下看14到15度 真的是有一點低啦 就這樣是溫差 而且呢 除了這個之外還要注意 境外污染物 可能在明後天可能會影響 請大家多留意的 基本上是會有很多的 就是 小火 在明後天的溫度 的溫度 還是